今天,我不記得是星期四了,其實我仍然很累,我以為我能夠克服這個jack 因為我是星期二早上回到香港,我那天特地不睡,不斷熬,其實很累 不斷熬,照著回來做事,在四次樓,直到晚上一睡就OK了 昨天早上九點多起床,原來多人不行,昨天晚上我睡不到 反而我正常應該是跟到時間的,都是睡不到,可能是等於那邊幾個星期,早上 搞到四、五點,但又不看球,因為免得看球人太精靈 但我看看我的紀錄二比零,估不到亞特蘭大三比零技術性擊倒了利華古信不敗 今天我會說一下,我昨天說到我歐遊,頭到三天 很簡單,在英國叫做過亞景 見到我兒子,然後去荷蘭六天,當然我們在荷蘭發生了很多嚴重的事情 一天說不完 在我去荷蘭之前,因為我還沒去過,我所有行程的老婆安排 我老婆其實有些錯誤,我不敢告訴她 其實她安排得太久了,六天五夜 其實荷蘭是玩不到六天五夜的 我覺得 我後來想一下,如果我帶團 又要大家不要那麼辛苦,四天三夜就是最合適的 但是我去了六天五夜 之前,我去荷蘭的認識有什麼呢? 第一,我知道她是大航時代 一個很早的 所以她去了殖民地 我去荷蘭就知道她的皇室 她喜歡用橙色,所以我們看世界盤是橙色的 荷蘭那個我不敢說 她的地平線很低,經常會有水泡 但是荷蘭很厲害,其實荷蘭人種 她也是一二萬分支 荷蘭有封車 因為她利用水 水用風車來灌溉 她後來做了一些能源發電 到了現在的荷蘭國內 也有很多風車,但是 有很多風車 但仍然是在做工作的 當然是一種吸引人家 遊客來的形象 但是對荷蘭人來說 風車就代表他們那種堅毅奮鬥 就是那個象徵 我看到那些荷蘭妹 就是三發淡奶 原來荷蘭的農業 其實荷蘭的農民 其實這大半年 是天天出來示威 不過大家看到新聞沒有說 為什麼呢 因為全球法影響他們的收入 那是金香 還有荷蘭有紅燈區 第一個我不肯定 銀行體系就是由他們發明的 好像是股票交易 也是由他們發明的 這個我就不肯定了 當然啦 告魯夫 亞積士 7478 以及非洲那年的世界普及201年的 亞軍 即是三亞王 還有我最喜歡的球星之一 柏金 我對荷蘭的認知 除了這一堆之外 那時候多兩樣 差點不記得 就是有很多 古惑仔 新界佬 在六七十年代 就扔了一個荷蘭的 蔣天生 和蔣天生命喪的地方 我這次也有去的 好啦 那我對荷蘭的認知 就是這麼多 然後我就 搭足荷蘭 我去到荷蘭之後 我去到第一天 因為我來早機 早上 七八點機 我知道很短 我看看地圖已經是對面 但是我短不到 我這裡坐下 要你老母 我安全帶都沒有脫 就下機了 然後就展開了荷蘭之旅 第一 當我走完 我們在阿姆斯特特的 中央車站 真的是地標來的 車站隔壁 那間酒店裡住 我走完那晚 我心想很大 你老母 因為我開著地圖 我已經走到 我要上 想得出的地方 我還有五天 我怎麼捱呢 於是乎 其實這幾天裡面 我真正成為 第二件事 我不敢承認 我真的敢說 我不敢說 就是荷蘭 因為我有下海地 我也有下綠特丹 但是我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桌地 橫街窄巷 你那些水道 船道 哪間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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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然撩餘子獎 你一叫我再去 我也是撩餘子獎 何況我在那裡跌那麼多錢 我到那裡 我會說 好 我跌那麼多錢 我去那裡 老母 我也不收回 我也看到人家打架 真的 你有沒有 無論那些鬼佬 一言不合 有一個人 其實我講完 有一個人在單車上 那些荷蘭單車 就比英國多了一百倍 因為是全運那些單車的 他就很驕傲 很拋惡他們 用單車來逮捕 有一個人自己走在單車上 就被單車撞到一下 你有沒有 他不停下來 就打一個 那個人家 那人家已經不停地說 喂 no piece no piece 都不還拖 你還知道 那些鬼佬很猛 我已經看到 再動手 我真的要幫拖 因為說真的 那人家 我只要把人家打架 我沒有輸賣給他 都六隻幾 但是我去到荷蘭 我發覺 一般來說荷蘭當然有很多高人 但是其實我 即使我 一七九 我去到我也不覺得我矮 其實很多都差不多 那些鬼佬 比我矮 好了 我終於成為荷蘭的陀子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在我搜尋的時候 第一 荷蘭美食 我上網看 荷蘭美食 我屌你這麼大 荷蘭美食第一位 竟然是華夫 那些餅 我心想 這些餅竟然是第一位 但是我猜不到大鑊得這麼厲害 荷蘭真是很大鑊 雖然歐洲是大鑊 但是我真的猜不到這麼大鑊 好了 第一行程之後 第二天 我們 幸好我老婆 有報道 第二天 我們去了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叫做風車村 他想到大鑊 幸好有一件事好 沒有中國人 沒有香港人 所有是外國人 一個人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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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岸岡岡岡岡 那街 其實所有的團 即是那些日子 他載了你去到 我記得 哪一條工作 你哪一條上車 三點鐘後等 我看一看 叫做十點半 四五個小時 我終於明白 為何下去 看到一些人 我兩個人 坐在那裡 你哪走到 當然 在風車村裡面 不斷有廟師 賣東西 然後 晚一點 頂 我們去了 給我們吃飯時間 去了一個 最出名的 屈甘香 我看屈甘香 我看屈甘香 我看的那部書 很棒 那些花田 大家想像到 看過 屈甘香真的很有名 荷蘭人 也炒屈甘香 有紅有黃 大片花田 我老婆 都要去 他想到我才能用七個字 就是到處釀梅 就一樣花 原來全世界 無論是荷蘭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他拍出來的東西 你不能相信 當然那個是很美的花園 我是承認的 你打算看一片花田 你真的不要想 你多想了 各位網友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我會講兩天 我會講一段時間 再整理一下 真的可以出過馬仕遊記 總而言之 如果有機會 可能可惜 多數沒有 如果我帶屈甘香 我們最成功 只要我不發脾氣 最成功是苦衷作樂 就算在最差的環境裡面 都一定會找到一些東西 是好看的 老實說 我在街上見到一些人 吃的東西 阿正 你不要去 你有沒有去荷蘭 沒有 但我想你猜到是什麼 我看到那些 咁你媽媽 用紙袋 好像這個紙盒 那麼酷 裡面呢 全都是薯條 然後上面有一大塊 那些醬很燙 有些醬很燙 吸油 如果是咁你媽媽 是咁你媽媽 很多汁 如果是不想薯條 有些原始的薯 總是知道怎麼變化 這麼大盒 薯啊 上面淋了一些汁 糟糕了 我真的沒想到本事可以吃 我看到也有牛奶 喂 你吃 當然是吧 所以去到那裏 當然有意大利餐廳 我第一時間就去唐人街 當然就馬上認識到唐人街的人 他跟我說 紅燈區不是這麼謀話 這麼小的嗎 你去哪裏 我那裏 你走完了 嘩 嘩 糟糕了 你有沒有 糟糕了 我這樣就走完了 嘩 糟糕了 嘩 我真的頂不順順 我見到也漏了 我見到也漏了 他們很喜歡吃的 我喜歡 當飯吃的 不是當飯 我晚上11點 他們是宵夜 又是吃的 那些 嘩 我尿你了 好不好 還有河蘭 我現在終於明白 歐洲的人這麼喜歡 真的在公園吃的 因為很簡單 你買個漢堡包 例如說 13歐 八三元 同一個包 六歐呢 如果你激牛威呢 未必是在同一個餐廳的另一個激牛威 可能是六歐的 那你當然是在街上吃 或者在公園裡吃 嘩 嘩 嘩 糟糕真的頂不順順 我真的頂不順順 好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 第一章 當然 我很無聊地 當然要拍一下 其實下面已經是荷蘭的上空 差不多到了荷蘭 他那罐可樂 我也很討厭 那罐可樂 我也很討厭 那罐可樂 我也很討厭 那罐可樂 我也不記得 那罐可樂 我也很討厭 那罐可樂 我也很討厭 那罐可樂 我也不記得 那罐可樂 叫 Andrew Hurt 我也不記得名字了 雖然在阿福島 但當你看到他有三個二歐 三十多元 一罐可樂 那罐可樂 那罐可樂 二十七百元 那罐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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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什麼要租那些呢? 我老婆也不租那些古人舊 古人遊營 古人群的 那些沒有洗衣機 因為你住那麼多天 其實這也是中央車站走出來 阿姆斯特丹 其實蔣天生也是在這附近死的 這條街大家看到了 其實我和太太也拍了很多照片 但是我太太的樣子 我就無謂曝光了 很多人都見過她 我反而沒有一張這樣的照片 我就隨便有一張沒有人的照片 但這裏就是所謂的紅燈區 但現在這是小人的 為什麼我現在說紅燈區沒什麼生意呢? 你想像一下大家 譬如我們左手邊 是全部那些廚窗女仔 那些人在右手邊 是不是比較多人 那個人拿著一杯酒 一家大小在看著觀光 那你猴子怎麼進去啊? 是不是很尷尬啊? 我有沒有看到猴子有的 但是真的少 所以現在紅燈區是不要找的 以前甚至在2000年合法化之後 其實也不斷出現 有些人口販子 在東歐的地方拐賣那些女仔去紅燈區 但是規管之後就少了這些情況 現在就不用拐賣的 拿正牌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一般來說也不太貴 好像說50歐15分鐘 15分鐘 如果一般人來是夠時間的 但是你如果自己的心有一個時間 你會怕我夠硬 兩分鐘就夠了 其實很快而已 但是質素呢 可以看看那些照片 那我和我老婆是不為意到下一張 是不為意到呢 就是 進了這個紅燈區 我第一個看到的女人在街上走 就是這間店鋪走我 高大過我 高過我 大過我 我怎麼這麼跳 你老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雞 這一張呢 那個人是阿婆 就算是誰都不是年輕的 但是呢 為什麼她不給拍照 所以我下載下來的 但是我跟大家說 她是有相當 因為東歐女生有的 很多很漂亮的 很好的身材 我跟她看小電影那些 好 再去 嘩 什麼正好多 這裡很粗 我看到原廠還有一些更正 好 再去 但是她有很多 這些嗎 怎麼說呢 都是糟糟 找不到食物 這麼多人看著 你 喂 叫我雞 好 再去 好了 其實轉個彎 這間就是我解決了兩晚 就是我星期日晚 很容易進去 榮記飯店 全部香港人 裡面那些 這次我發覺 在倫敦 特別是倫敦 唐人街 原來最流行請什麼人呢 馬來西亞人 很容易理解 對啦 懂華語 懂英文 懂廣東話 而且馬來西亞 一般人在馬來西亞做工 可能找三四千 馬幣 即是六七千港幣 那你在英國 他真的可以提供兩三筆東西給他 港幣 那他當然有種衝動 用來掘金 或者四筆東西 甚至乎 如果在香港 你給三四萬美 這樣離開滅井 我隨時都會找到兩三萬 或者一萬多兩萬元 所以馬來西亞人最多 反而那些幫工 那榮記飯店 是不是很好呢 那天我星期日吃完之後 因為我在兩天河 我吃完那些野咒 我已經覺得這個是美食 那些燒鴨 雲吞麵 我知道很多網友在海外做餐館 真的有聽我的節目 如果有機會聽到 那些雲吞麵 搞得這麼奇怪 你不如在香港訂些什麼雲吞麵 那些 起碼那個湯 味精也好 大地魚精也好 都像樣樣樣 那些夠膽子死 你在那邊吃過那些東西 你給那些 上海麵 那湯是雞精 然後放幾粒肉雲吞 你知道那些嗎 你去照賣 土耳朋友 十粒 或者十二歐 你怎麼搞啊 但是這間雲記 我還要重複 原來我每一個菜 他給我一個飯 很大的 然後我叫兩個菜 炒麵 我叫你老婆給我一個湯碗飯 我叫你老婆 我叫你兩個菜 我叫你老婆 我叫你收飯 原來我真的重複 但是燒鴨沒有我 是OK的 他們就解決了我兩天 為什麼呢 我星期日去完 我想到很大安置疑 星期日都這麼容易飲 我星期日一爆了 星期日又要訂桌 為什麼呢 原來在歐洲 星期日真的是Family Day 他星期日那天 其實現在這些不只是做唐人 鬼佬都多 今次 正經常見過 越來越傳統化 而且那些鬼很多都懂得吃 就是我們那些 懂得多 有些懂得內臟 就是懂得喊東西 當然 他懂得喊東西之餘 我仍然是看到他們感冒吞 因為他們喜歡喝啤酒 吃那些脆口的東西 他們喜歡的 這家榮記飯店 對面有一家 什麼榮記集貨 我忘記了 很出名 幸好 接著我第二天 這個行程 其實如果時間不夠 有時間我會講 去一個操靈的館 我覺得香港搞這麼多東西 你不如搞一個 類似香港 他裡面是什麼呢 是一個5D 但是騙到你 因為我很喜歡玩 這些 3D 4D 5D 他是 用十幾二十分鐘 你是坐上去壓 虛擬 在飛機裡面 看完整個荷蘭 甚至會也有些很短暫的荷蘭歷史 但是他是因為5D 他會有風 會有香味 走過花田就有花香 走過廚房就有廚房的味 他騙到你的感官 是可以做到的 我不知道香港會花多少錢 幾億 十億 好啊 我們沒有地方去 我們去學了 我們要給二十多歐 就是二百多元一個人 都是樂意不絕的遊客 因為你真的有體驗 好了 我們這一個就是兩張ticket 最上面那張就坐車 就是那個風車 屋和那個 我認為是握救人的鬱金香花 你看到那個鬱金香上面 你看到他都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但他沒有花田 好啊 再去 好啊 這裡其實有很多照片 這是風車村 其實也是很漂亮的 我手機沒有收拾過顏色 隨便拍的 因為有很多照片 我太太也不出鏡 再去 這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那裡河附近 一開始我看到這些建築物 你當然會拍的 後來也不會拍的 因為到處都是這些建築物 我再去 但是你剛才我回覆 我拍的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 那個倒影 很漂亮 好啊 我再去 風車村 我沒有收拾過 那些風車村 還是有效地移動的 下面就是那些油人 其實就是消費 一樣的 再去 那個風車村 我乘搭那個船 只有我和我太太兩個人 我說要不要再等兩個人 我說不用 她說昨天我都忘了 到不得了 那那個荷蘭老跟我同年出生 他介紹那些豪宅 說是漂亮到不得了 在河邊 都是一兩百萬歐 我都不敢出聲 要一兩百萬歐 你來香港就沒有了 真的不是說什麼 原來她跟我說 總之一有綠色的人 就是懸富 就是說自己有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有綠色的房子 就是說自己有錢 有錢要告訴別人 好 這一張 我唯一一張 應該是我老婆和我拍 大家看看我是不是 整個周潤達這樣的款 這個 為什麼會在下面有點蒙 就是我的手機 我們就是從風車村 其實拍了很多照片 但是我老婆不出鏡就算了 這裡就是風車村 裡面 接著我們吃東西 這裡真是精彩 我們那個荷蘭朋友 對面就是說那些很貴重的 就是Lusserwick House OK 你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紅色 因為他們要告訴別人 那些很貴重 那些荷蘭朋友就說 你吃這間餐廳 怎樣怎樣怎樣 那去到 我們首先一定要坐在外面 因為我們要吃煙 哇 有太陽 旁邊都好像很高級 我既留意知道 又有側案子 就看看旁邊吃什麼 薯條 咦不止 有漢堡包 又有漢堡包 那我拿個菜單來看看 但是只有那幾樣東西 就是十多樣 那我就怎樣了 好 再去 這個我是放多了 我去到我都沒有買什麼煙的 我只是帶香港煙過去而已 好再去 第一 他來過沙律 我吵你了有沒有 我看 咦 我看我的樣子不吵沙律 你看下去就OK 你最多菜 他有沒有下東西 有沒有下沙律 有沒有下橄欖油 我吵你了好不好 我吃下去 我覺得我是在吃草 還有那些脆脆 不是脆的 你看下去脆的 你看下去脆的 是軟的 但是不要緊 他有番茄 有些菜 都叫我放進口裡 然後就大了 OK 這個是我老婆的主菜 上面那些鹹人煉麵包 上面是雞 那些雞是極其 Dry 第一次出 我就說我要個Beef 首先 看我 你過來 下一張 大家留意每一樣東西 他都是兩個包 你要Beef 然後就買了Beef 我老婆在家就直接就直接 我說這位來到 我心想 這位是Beef 就這樣放上來 然後他給我 這兩塊是Beef 他說是Beef 那就是Beef 我就鋸鋸開它 它外面是脆的 我已經不喜歡熱氣 不要緊 裡面是牛肉醬 牛肉醬都不要緊 牛肉醬 是冷的 一邊吹就冷 不夠熱 特別 吵你了好不好 是 那個麵包呢 老實說 我真的不懂得怎樣營養 奶的醬就給你 那個麵包都OK的 但那邊是硬的 是 吵你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個 因為我不想截墮 我真的受不了 從這一餐之後 我每一餐 我老婆就這樣吵我 說是麻煩 吵你了 他就說 因為我一定要吃糖餐 吵你了 吵你了 吃得很難吃 然後那條荷蘭人 還吵你了 還吵你了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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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醬很正 很有荷蘭文的 教我 我就會講 吵你了 吵你了 如果是糖狗 如果以前的狗 我吃了我的豬手 你讓他聞一聞 吵你了 吵我了 那些包又硬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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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我也沒用了 吵你了 我們就準備去看法庭 這裏是十個八個維園那麽大的公園 門口也是這樣 入面當然很厲害 原來去到門口 這一堆花 已經是當日最美麗的核金香 我扔你了好不好 一盆盆的 你以為是花田 貴花田 我當年去過非洲和我老婆 非洲我們真的經過那些車 看到種花的花田 一望無際就很漂亮 現在這個收費入場也是二二三十歐的一個chip 不是 入面 不過我還沒進去 現在時間差不夠了 我有機會進去 我走到差不多了 我已經扔你了 我已經是投降的 但怎樣也要捱 捱多一陣 也未被我老婆扔掉的 我只是去到門口 我都想走了 但我也是有慶幸的 為什麽呢 那天我們早上去完那個風車村 吃完東西都兩三點 坐幾個自車 四個自車乘四點 去到花田 任你看看 五點半開始就有巡返巴 我看到五點半 即是一個多小時 乘車出回阿姆斯特丹 那六點多吃完飯 這樣就算是花了一天 如果不然我便會來樓上去 這樣而已 但是 雖然我這麽說 我都覺得 荷蘭如果你說是敢臭一點 都是值得去的 包括這個風車村 或者包括這個 這個 其實裡面都是很漂亮的 不過 你就見不到有花田 剛才那三點我去試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去到風車村裏 有一個店裡有一個女生 她很喜歡我一個以前 我80年代看一個 好記性 一個AV 薛克妹的樣子 很像 身材沒那麼厲害 不知道 其實 荷蘭不買那些木區 那些東西 但我們都沒有怎樣買 我又買這個 最後大家看看 我301看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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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工業 是的 那麥克奇這些 為什麼我們不夠衣服 但是不夠 其實很難買得下手 因為真的很貴 特別是水 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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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歐 然後 第二天 撞到我們一個網友 我也上網看了 荷蘭人Kane 就說 他們是全歐洲最乾淨的水 我們就這樣喝 我在網上看 說是排第二 我其實是OK的 但是 因為我們 酒店只有廁所 你總是覺得廁所 在廁所裡 那些水出來 沒有那麼高 當然 所以在廁所裡 在廁所裡 沒有 但又沒有味道 但我們也煮了它再喝 沒有辦法 OK